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出特征组 旁爱佳神情憔悴 面对媒体勉强挤出笑容 不管什么问题一律回答谢谢 媒体持续发问 旁爱佳突然变脸 你可不可以简单讲几句话 场面一阵混乱 抗议民众一看到彭爱佳出口痛吗 彭爱佳三度被约谈 从证人转为被告 心情像喜像温暖 7月1号彭爱佳以证人出席 表情自信满满 相信自己不会有事 二度约谈录音档曝光 十小时询问很累 彭爱佳镜头前 耐着性子 姿态放很低 第三次约谈转成被告 神情明显弱差 经过不少大场面的主播 情绪到临界点 急着快闪却面临难堪呛 警察官认定彭爱佳涉嫌 涉嫌淹灭刑事证据 最终可判两年 刑前罪和藏匿贪污所得财务罪 也逃不了七年以下刑责 经过11个小时询问 裁定100万交保 彭爱佳终究挡不住 丈夫贿赂的这把火 成了第三个被告 一次次约谈 攻出更多证据 彭爱佳脚步越来越沉重 综合报道 好 今天现场的来宾 自信媒体人刘亦宏 大家好 环球科技大学副教授 欧崇敬 欧教授 自信媒体人唐湘龙 大家好 好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看这个案子 那么亦宏大哥 他昨天是第三次爱佳进去 那么昨天 这几天一直在讲说 十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根本就是把这个证人 当作被告再问 结果昨天果然是被告了 真的就是说 他的证人利用价值 已经用完了吗 其实我们早就已经提下 这个问题 对对对 彭爱佳你看今天 他昨天进去的时候 是穿休闲服了 对 他自己也知道 穿休闲服 其实一般人 穿休闲服是有两个情况 就是说 可能时间很长 要不然就准备被押 你有被押的话 在监狱里面 我不能穿那个洋装嘛 就是说休闲服就进去就好了 对 比较轻松 那我觉得彭爱佳 我今天有问一下 彭爱佳他跟宗室 问他说他是希望留职停薪吗 那他跟宗室讲说 他说他并没有认罪 因为他第二天出来的时候 很多打了跑马 都说彭爱佳认罪 彭爱佳说我没有认罪啊 那是谁会说他认罪 这个事情可以随便讲的 很多媒体 很多媒体打出来说彭爱佳认罪 到我所了解彭爱佳跟宗室的长官讲说 他并没有认罪 所以有些报导是乱写的 但是我是比较相信彭爱佳 因为他的态度很清楚 他是说配合调查啦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无限上纲 好像林律师做了很多事彭爱佳都知道 可能有些可能我不能讲说他不知道 有些可能是事后知道 那有些事前可能不知道 但是有那么多钱 但是其实在中南部有些民意代表 是有很多钱不明的 为什么选举嘛 其实都是政治现金 有些政治现金 光那个政治现金法里面要几万 几万要申报开收据啊 不足以应付选举啦 根本不足以应付 那你收了一些政治现金 那其实我所了解的是 政治现金是 林律师妈妈在管政治现金这一块 所以有些钱呢 你要去用保险商 收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当大官的话 你要申报财产嘛 这个申报财产 不能是放在银行底线里面 你一定要找个保险商 把它藏起来 所以这个 你现在所有民意代表 你去给他查 他有没有保险商 有没有藏现金 都有啦 多多少少 因为这些钱啊 你财产 他会增加 那你说有些募款能力很强的 然后南部有些天王局的立委 他不只自己 自己帮自己募政治现金 他还会帮下面的人找政治现金 那找一些大的科技老板 给政治现金 郭台铭那种给政治现金 给个三十万能看吗 是不是 那如果是给三千万 你叫他怎么报 他没有报好报 三千万要放哪里 放家里 放神明桌下面 还是放保险墙租起来摆是吧 所以现在这个 当然政治人物呢 收费是不对的 李律师有收费 他自己承认了嘛 对 不法所得 那政治现金算不算不法所得了 他违反政治现金的话 也是不法所得 没有错 选举 选举空气不改善 老实讲 没钱的 有能力的 募不到款的 永远没办法出头 所以欧老师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被charge三项的罪名 跟他婆婆charge一样的 但是他并没有认 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那他需不需要认 或是认多少 可能跟那个电话 录音的那个时候 他到底在不在场 他到底知情多少有关系 但是我们又看 讲说 我们听到的只有他说 打个交互 然后说要不要喝茶 这样子 那你能够讲说 他都不在吗 他可能也在 因为有听到脚步声 来来去去 可是又有人讲说 刚刚好讲到6300万 讲到8300万的时候 他刚好都不在 他刚好都没听到 会不会也太巧了 就算是他听到数字 也不代表 他一定完全知道实情 因为我自己 选举过两次 一次在加 一次在台南 那我和我太太的关系 我太太也一样 在大学教书 他其实是搞不太清楚 哪些部分 是来源从哪里 但我一切合法 倒是真的 好那 现在我要讲 如果同爱家 他听到这两个数字 难道 难道这两个数字 就一定是 他知道说是非法所得吗 我看未必 因为他一定要知道来龙去脉 刚才一鸿大哥讲的非常对 就是说 如果是政治现金 那他当然就未必有问题 可是常常的政治现金 会大于原来的数字 这太频繁了 我上次来 路西方大道就讲了 就是说 有人去募五十万 结果那位大善人 给了三百万 也就在这里讲的 要五毛给一块 那三百万是没办法报的 好 可是他是不是一个 贪污所得 他是不是贿赂 不是 好 那如果像您一是 这种等级的人来说 每一天也许有十个 这种case 那我不相信 龙爱家记得清楚 一样 就说如果像您这么 猫猫美学历又高 口才又好 那你如果每天 要面对这么多客户的人 而且你自己还是主播 你觉得你一定记得清楚吗 我认为你隔两天 你已经忘了 我们小咖 不足以相提并论 所以这样 这样来说 就是说 是不是听到数字 一定代表龙爱家 也设案 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一点 那当然现在整个媒体 有一种 想要追杀 想要看好戏 想要看连续剧 这种风潮 这个对政府不利 对于林佳 当然是更不利 那我觉得这其实 是有点不道德 而且我们用逻辑来说 就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口耳相传 然后从你那开始 说一句话 从唐相传那时候 那个话已经变掉了 可是我们才经过几个人 所以我们都知道 这种谣言的道理 那更何况 因为南部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 如果你不是当世人 你即便是太太 也不能全程坐在那里听 哦 是这样吗 对对对 有这个习惯 除非你是那个很特殊的 可是就我目前为止所了解 左水溪以南的所有的 这个民意代表 特别是立委级以上 或者是县市长 我还没有听说 哪一个乔世琪的时候 老婆完全坐在旁边 没有 目前没有 对 那反之以来 如果她是女性的 也没听说 她的男性的那个 男朋友或配偶 谁都坐在旁边 这都没有听过 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所以她很可能会在附近走来走去 可是你只要漏听两句 就很严重了 你完全不知道 那个中间的美角在哪里 对对 所以这样很难说 同外家一定涉案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坚强 不过呢 这个湘虹哥 今天一直看报道说 她可能会转污点证人 可能会转污点证人 我不是很理解 这个污点证人 可以有什么样的力量 或是可以扳倒什么 就是如果说 他们以前 我们看到政坛的金童玉女 说他们两个感情多好 有没有可能 因为什么污点证人 然后再吐出什么东西 然后什么 你知道夫妻本是 同龄鸟大烂 来时各自飞这样子 我觉得不可能 不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 就是说 夫妻叫老婆去当污点证人 去指控老公 跟自己的亲人 那是不合理的 你如果在这种 就算说真的 真的就是说 真的有这种可能 好了 你出来 你真的也不要 也不要再做人了 就基本上 你可以用各种的 兼末等等的方式 其实都可以处理 那因为从检察官的 检察官的交保 就特征组的交保 彭外加是100万 她婆婆是200万 那以这个金额的角度 来看的话 那特征组 应该是认定就是说 她婆婆涉案的情节 比彭外加要来的重大 那当然大家会说 彭外加 彭外加这中间 到底扮演了 怎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现在最少 有一个污点证人 叫做陈启祥 那我们现在听录音带 你说录音带当中 因为录音带 我们没有看到画面 可是陈启祥 跟他女朋友 是在现场的 那第一个就是说 在那个现场的过程当中 彭外加到底参与了多少 即使我们听录音带 听不出来 只听到说 但是你陈启祥是在现场 我相信陈启祥大概都已经 把那现场都已经 都已经还原了差不多了 大概都已经描述过了 甚至说有没有第五个人 有没有谁 他爸爸零千宝 是不是有参与了等等 我相信陈启祥 大概都已经讲得差不多了 那在录音带以外的部分来讲 陈启祥也可以 也可以做很多的旁证 就是在从两年前的 那6300万 到现在的这个 8300万的未税 在这过程当中的时候 看现在看起来 我们所了解的 就是陈启祥所有的联系 除了就是说这个林毅市之外 就是林毅市的办公室的主任 就是说这个聂先生 那没有听到 就是陈启祥有咬到 就是彭爱佳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扮演任何居中穿梭 比如说曾经 曾经的林毅市 是请彭爱佳打电话 或者彭爱佳也打电话 来参与意见 说这个金额怎么样 或者说什么事情 那彭爱佳打个电话 跟他讲说 事情好 我们没有听到任何这方面的讯息 因为陈启祥是污点证人 那作为污点证人来讲 我相信他没有任何保留的可能性 那他一定会全盘拖出 这些检察官一定也都会问 那也就是经过三次的 就是说这个传唤之后 彭爱佳虽然改列被告 改列被告 我觉得那个是必然的 因为你都收了这么多的钱 那但是改列被告 但是一百万交保 我认为就是说检察官 在讯完情节之后 彭爱佳应该不 就算他是被告 但是他应该不是参与了 就前面的那个整个收费 跟索费的过程 就这方面来讲 可能没有直接的证据 而是对于后续的 包括账款的一个处理方面来讲 他应该在里面也有角色 就是隐匿账款 隐匿不法所得的部分 这个部分可能是彭爱佳 担现涉案的主要的情节 那因为再讲到就是说 那有没有 为什么要在双方面的讲 讲法不太 因为刚刚叶宏提到 就是说彭爱佳到底 有没有认罪的问题 都不太清楚 我的了解就是说 因为现在 因为林医师他已经在里面了 那因为第一时间他被积压 换句话说 积压完了之后 包括林医师的妈妈 然后这个彭爱佳 他们之间都没有再有 再有我们说串供好了 或者说就是说 彼此之间比对证证词的机会 那再加上 林医师的妈妈 沈若兰其实 他对一件事情 他一直很困扰 或者说觉得 觉得有一点点个异 就是因为 一开始请律师的时候 包括林医师 包括彭爱佳 他们请了像赖素如 或者沈中原 那赖素如现在退了 他们再聘一位 可是这些律师 跟妈妈之间 都没有任何的联系 那换句话说 妈妈根本就 这些律师也没有呢 他妈妈觉得说 应该要 应该大家都 就是共请同一批律师 这些律师才能够 把他们相关人的角色 跟涉案的情节 就是说理解的比较完整 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讲法 就出来 现在变成就是说 去的时候各个说各话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包括律师也不知道 那这个是 这个是 我想大概 大概可能有点 有点乱吧 这算哪一种策略 这个大概就是 没有 这个事情发生了太快速 两边没有连结 对 两边已经完全没有连结 所以你看到 就是沈若兰 大家觉得沈若兰是 好像 好像是很有计划的 拎了1800万上来 其实并不是 就是他因为 他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林医师 讲了什么或者 或者彭爱佳讲了什么 因为连律师 都没有来跟他联系 所以他们现在是 各请各的律师 这个是他们在面对 诉讼策略上面来讲 比较困扰的 不过一红大哥 也有人讲说 妈妈是要上来救儿子 拖了这个几咖啡 兴用1800万 结果说是帮倒忙 有可能这是 其实帮倒忙吗 因为一下子 大家就在讲说 你的美金啊 台币啊什么什么的 这样子到底怎么回事 那你觉得有可能 是帮倒忙吗 所以也不能这么讲 妈妈到学给他出主意 把钱提出来 到底有没有丢到水塘里面 到底有没有烧美金 现在谁都搞不清楚 他们这个 整个诉讼策略是乱的 那他们现在 像彭爱佳现在出来以后 也不会跟别人联络 他包括打电话给公司 电话也一小时就断掉了 他们认为是被监听的嘛 他们认为这个电话是被监听 所以现在很多人 电话他不敢联络 被监听也不意外吧 都会嘛 那有些人 有些人他是 检掉办案子 有时顾本地放走的事 就是让你说到外面去勾穿证人 他故意让你到外面去勾穿证人 你知道吗 然后再用这 然后再监听看 你知道讲什么 这个人把他压起来 所以他办案手法是很多的 那彭爱佳一个人到特征组 要多对付他 特征组来说 他根本几乎不可能 所以他只好数百期 你在问什么他讲什么 那我觉得他是协助调查的成分是比较高的 因为有些东西呢 他事先到底 因为有些 他开这个保管箱 到底是他的免疫开的 但是是不是他能不能去动 还是他妈妈才知道在哪里 其实什么 彭爱佳有可能不知道 不过这没关系啦 反正这个案子呢 一定会立法办理嘛 彭爱佳我觉得他会转污点证人 如果他对整个案情不了解 污点证人是叫什么 叫你窝离犯啊 要把人家咬出来 就是说你知道 林医师是不法行为 然后他把钱给谁跟谁联络 你要事先知道林医师到底在干什么 然后你才能咬出来吧 林医师不能讲 但是我是污点证人 污点我为了自己脱罪 然后去咬很多人 他如果说彭爱佳他做他的主播 林医师你做你的证事 他我根本 他想当污点证人都不可能 为什么 你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没有 连污点证人都做不成 好这个辉文哥 刚刚我们提到污点证人啊 然后这个 小龙哥就觉得说 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叫你出来去咬你老公啊 但是现在有人在猜说 那这一对媳妇跟婆婆 两个会不会互咬 呃这个刚 小龙兄弟提到说 最 在这个案子 目前看来最有资格当污点证人 其实是陈喜相 绝对不是彭爱佳 所以我觉得媒体今天去写说 彭爱佳可能转问连任 怎么可能啊 我们看媒体的报道上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刚刘大哥提到那个重点就是说 问连任要对案子有贡献啊 如果说 因为那个保管箱是你租的 所以你待会去把保管箱打开 那个不叫贡献 你不开我也有办法 你躲起来我也有办法开这保管箱 那个不叫贡献 而且我说实在话 你叫老婆去咬老公 我觉得有点 真的是没有必要 写成这样子啦 我给大家看这个 中国时报今天的这个新闻 他说彭爱佳 三度以证人议讯啊 少了被告的防护罩 主持人 我在你节目讲三天了 他今天终于写出来了 其实这样子对彭爱佳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如同刘大哥讲 他怎么去面对特政组 那一票 而且你律师是不能进来啊 即便律师你带去 你花了钱 律师还不能进场 那我请律师来干嘛呢 那我特政组说 你现在是证人哦 你不可以拒绝作证哦 你不可以找律师哦 彭爱佳让我投降啦 又不是跑新闻 我只会跑新闻 我又不会办案子 我哪知没有办法 去应付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说的话 这个打官司 这种诉讼 不是我们嘴巴讲的 仁义道德那么简单 所以我 为什么之前 就在主持人节目讲说 他要赶快找律师 即便他看起来像是证人 可是特政组是故意的嘛 这大家都知道 至于说 彭爱佳跟他的婆婆之间 荣霍可能有向东兄提到说 这个诉讼策略是不是要调整一下 这都可以调整的 不是说讲了之后 不能翻供 我真的跟大家讲 翻供是很正常的事情 等大家统一口径的 整理出一个东西出来之后 也许啦 也许可能最后的案情 跟各位想的不是那么一致的 我最后讲个案子就好 这个啊 是应该是七年前 2005年 像2011了 那七年前 轰动一时的案子 最后只有一个被告 叫吴梦德 判九年 不是九年 九个月 12年来九个月 故意念族来讲 九个月是诈欺罪 贪污罪没有九个月的 贪污罪基本消费是五年 没有什么九个月的 他判九个月 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有罪定验 其他的人呢 所以各位 我们现在讨论林医师的案子 我看有来 哇 这个铺天盖地什么的 这是最好的例证啊 当初讲一大堆 最后结果是什么 只有一个吴梦德 判九个月 那我们当初05年的时候 其实你中厨了 所以每天都在讲说 不会有一串肉粽的啦 现在看起来 这个那个那个 可能一串肉粽 到时候关到冰箱 又把它关起来了 我们马上回来